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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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刑部甩来的烂摊子 徐尚书是老交情了嘛 就是你带人去现场转转 我让旁白帮你去复检一下尸体不就好了吗 行部明明已经结了 人是自杀的 结果没几天 礼部就开始闹鬼 烧着烧着 就变成绿色 老丹的书役 连茅房都不敢去 晚上走在长延上 青凤别回头 青凤别回头 没有无关的链 没有无关的链 那算啥呢 他家毛衣被他拐着了 忘记 他还吞动了呀 陈时阿里巴巴孙豹 跟我走一趟 也带上我去嘛 那还不赶紧跟上 四者 礼 礼部 那 那个啥夜 小慢一点 这 那 那个 那个 四者 礼部主事夜宇 年四十三 天寿十月初三宇夜 自役于礼部正房储粮 这什么声音啊 下雨了 没有啊 最近我这耳朵呀 不是 wright 罢和鬼 骑下 快拿 watch 你在哪儿啊 好 カヤ 没看见 你们几个三哥 逐渐检查 我留下 保 保 保护他人 我说怎么馊了吧唧的 原来是个仓库啊 娘呀 这天天黑了 是呀 是 说过了 说过了 什么声音 好像谁在叫 又好像谁在哭 莫说 你别管哭啊 又婶儿说婶儿啊 我愿哪 等一下 好 继续说 我本是一个良家女 等等 这雨太干了 我是良家女 整晚一点 你说得太快了 良家女 哦 知道了 你想这样 然后呢 人呢 不是 贵呢 良姑娘 良姑娘 我良你大爷 良姑娘 毛月 俺那无啥都没有 烧庆大人 这位良姑娘 这位良姑娘有怨 王妻 原来是你在装神弄鬼 因为根本就没有鬼嘛 于是人家就帮大家调节一下气氛喽 王妻 我们这些年都没见叶主氏发过脾气 更没可能跟人结怨哪 是啊 是啊 他经常借给人钱也不催着还 人可好了 对呀 有好东西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真是个好人哪 说得是啊 他人挺好的 前几天还一块儿吃饭来 未曾与人结怨 有没有自杀动机 大人 当晚值班的宫人们带到 叶主氏 不是 对不起 你独两次 我不正故意见见不完的呀 叶主氏对不起 我不敢应急让走你的宋心宝卤啊 叶主氏对不起 我不敢趁势不来秀 你童顶上漏狱的房顶 你饶了我吧 够了 看看你们的样子 都给我站起来 乘合提统 走 不妨保佑 不妨保佑 孙老 你快去绑牢去 激怒激怒 保佑我 有木铁散 不妨保佑 不妨保佑 孙老 好一个鬼 原来你的小声 是这个玩意儿闹了呀 果不出所料 灯火变绿 正是因为油灯里所埋的铜丝 毛燕 巫佐叔来了 是 说吧 为何在此装神弄鬼 若非如此 怎能查出我哥哥 是如何死的 哦 你是叶主氏的弟弟 令兄之事 刑部已经断为自义了 大人 我哥哥自有乐观开朗 善于助人 怎么可能轻生呢 他的死 决定另有隐情 我半鬼吓唬他们 就是想让那些害我哥哥之人 心虚胆怯 自己招来 那你这般手艺 又是从何而来啊 我叫叶臣 本是岳父的公将 只因去年不慎伤了手指 不能再做精细活迹 不得已才回乡仲天 怎知没多久 我哥哥 就这么不明不漫地去了 大人 你一定要替我哥哥深焉了 他绝对不可能轻生自杀的 陈时 去搬个梯子过来 是 近日是逢雨季 令兄继案正上方的屋顶 因年久失修而漏雨 廖其英多次向宫部报修而畏国 这一晚 夜主是一直赶工至深夜 忽然下起了雨 可想 令兄头顶又开始漏雨 这一点 从其积案之上打开的折子 可以看出 被滴水弄皱了纸张 无奈 夜主是指得挪开积案 用盆来接雨水 过了几日 水自然已干 至于里面的泥灰 随我来 宫部拖沓 完正已久 假之当日之事物本就近期 却又被染了折子 夜主是一怒之下 霍了泥灰 自己爬到屋顶不漏 而这根要命的绳子 正是他为了防止掉落 捆在腰间的绳子 如你这般说来 我哥又是怎么死的 你来看 捕好的地方下面的梁上 有掉落的灰泥 你兄长乃一介文人 自然不懂得这泥瓦匠的手艺 只得乱抹一把 慌乱中掉落了灰泥在梁上 夜主是在高处本就摇摇欲坠 一不小心踩到了泥 脚下一滑便跌了下去 这不过是你的异象罢了 我哥哥明显是被人勒死的 起初我跟你有一样的疑虑 怀疑这是凶手所设的谜局 但从武座艳势得出的结论来推断 此事经过 想必是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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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尸首的鞋底 手指 均有灰泥的痕迹 而主粮上 也有滑倒的鞋印 手指抓过的痕迹 两者吻合 现场没有发现 第二个人存在的迹象 尸首外腰部 有绳索磨损的痕迹 脖颈处绳索打结成杂乱状 两处皮肤均有勒痕 脖颈处的绳索 最终导致令兄窒息而亡 与刑部所判 基本相符 这是一场 令人惋惜的意外啊 怎么会是这样 不过这也确实 确实像是哥哥他能做出来的事情啊 公布张义 因怠惰武功间接制人死命 罚闭门思过三日 此后三个月俸禄 交由叶家作为抚恤之用 叶臣 扰乱办公目无王法 但念其 实为剑明兄长之事心切 故伐其 三日之内离开洛阳 回乡思过 若非召见 永不得归 除了公布的伐凤 礼部自然也有一份抚恤 回去之后 好生奉养佳人啊 谢大人 谢大人 唐代对外的认知程度与范围非常广泛 不但鼓励内外贸易 还允许外国人居住 认官通婚 希望谋求官职的外国人 与国人一样需要通过科举制度参加考试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没考过啊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阿里巴巴 绍兴说这个不肿 让你充鞋 你考试不会也是这么教的吧 考试没有把你给出名 就已经不错了 应该先写好 变开墨迹再贴 这样的话 纸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哦 原来有正多学问啊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